字幕-1.0 Hello 大家好 我是文欣成Lanis 前陣子我又幫天上夜這間公司拍了一條宣傳片 關於這個產品 這個產品聲稱可以不用用焗爐 用煎鍋可以在家製作一個很美味的pizza 當然我們拍的時候就找到一個煮食 非常之厲害的朋友幫忙去煮這個pizza 所以這個效果出來pizza是非常之適香味俱全的 但是這個產品聲稱你不懂得煮食 又或者你家裏沒有焗爐 煮食不是很厲害的朋友都可以做到的 小妹就只是這種類型的人了 我是不懂得煮食的 所以今天我就真的想自己在家裏 試一下有多簡單 又或者是能不能下肚呢 我們就拆開這個東西看看 這個叫做pizza魚拌粉 袋子裏面有粉 橄欖油一枝 還有一個很精美的涼杯 一個涼杯 它有一個版本是可以買其他配件的 很細心的 這個是一個預拌袋 有什麼用呢 就讓你不用拆到整個手都是麵粉 還有一顆棍 聽聞呢 這個一包是可以做到兩個pizza 那麼多的 剪刀呢 好 剪刀 剪開它 倒進袋子裏 然後這支油 份量是剛剛好的 水要到多少 105ml的水 這個是25ml的 105ml 除25ml 4支多一點 我這裡沒有水 我去廚房拿 4 這樣看是有點噁心的 先搓了它 不用弄到手也一樣 這個袋子不錯 你可以循環再用 它是直膠 我們當日拍廣告的廚師就教了 其實呢 面子差不多 就在桌子上搓 這樣就會節省水 節省力一點 或是跟小朋友一起玩 這件事也挺好玩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又不怕小朋友弄整個手都是 要玩泥膠 其實就算沒有買 即是沒有買到它的禮品 version 沒有這個直膠呢 如果你有拆開麵粉 就應該不是難度 但是給我這些 不懂得煮東西吃 平時不常煮 會弄到你這麼氣的人 這個禮品包 version 就非常適合我 可以了嗎 我不懂分 就是可以的 我相信它會均勻 我已經均勻了 15分鐘 比起平時人做薄餅 就真的短很多時間了 平時好像要放很久發酵 好 放在這裡 15分鐘 15分鐘後見 讓你站高一點看看是甚麼 但你不能吃的 15分鐘了 我要先洗手 好 看看它發生成怎樣 為什麼我覺得我加太多水 不過我不小心加多了一點水 我只是擦泥膠 擦泥膠 擦不到我 對 它開始成型了 真的是一塊可以擦的麵粉 擦多幾下就應該可以了 撕開兩塊 這塊 放回袋子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pizza 這就是他們的禮品包送的一塊棍子 我不是應該加些油水會比較好滑嗎 還要脫掉嗎 撕開它 那我想這個pizza 有多薄呢 皮 就自己去 攪拌 皮是否夠薄呢 這是甚麼形狀 吃得下肚子 是一樣的 我們在創意行業 是要做一些有特色的pizza OK 就是這樣 這個pizza粉 最特別的東西 是不用焗爐也可以做pizza 那是怎樣呢 我現在可以把這塊東西 放進尖片 也可以做pizza 先把皮放進尖片 我不能讓它去哪裏 把pizza 怕汁漏出來的關係 可以摺到邊邊 讓它不要 摺的過程 就可以令它變回圓形了 這個pizza 就可以因應不同人的喜好 吃不同的部位 如果有人喜歡吃厚一點的皮 就可以吃這個部分 拍一拍這裡 就可以吃這個部分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吃皮薄一點的人 就可以吃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這個設計非常細心 讓它不會拱起 這個時候就可以加一些你自己喜愛的配料 我自己是非常喜愛芝士的 我是要很多芝士的 在加芝士之前 當然加一些茄醬 然後是我的主菜和芝士 我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 Mosarilla and Cheddar 辣肉腸 這麼大塊? 不如四塊 都是做一個pizza太小了 而我買的辣肉腸又太大了 再多一點芝士 My kind of pizza 這個 芝士 OK 小火 小火 然後蓋上蓋 7分鐘就可以吃了 看到那些芝士嗎? 融掉 7分鐘了 好像很好吃 這樣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傑傑做的pizza 傑傑做 這個時候我們當然要試吃 等著吃 很多芝士 很多芝士 我好開心啊 哈哈 哇 很好吃 很棒 就是不用用焗爐 都是可以自己做的pizza 那我今天就試過了 連拿這些完全不懂得煮食的人 都搞得定嗎? 做那個人都搞得定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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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麼快 做飲食人 然後fox 比普遍 坐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